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的当地居民牧村先生的影片 那时候我就很想要再多深入了解一下福岛的这个地区 所以这次呢安排了一个深度旅游 然后来这边赏风啊 还有就是体验这边的灾情之后一些振兴的新的景点 那会是一个比较深度的旅游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福岛 或是想要了解这一带的旅游景点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帮影片看下去 那福岛这边呢从仙台机场啊或是福岛机场这边过来都很方便 或者是从成田到日本然后搭那个skyline啊再转新干线过来 大概也是两个小时左右可以抵达 那我们今天来的第一站呢 非常的开心就要来酒葬体验葡萄酒 那其实在三一大地震之后呢 因为这边就是受到了比较多的灾情嘛 那福岛这边的当地居民呢他们就一直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 然后来去振兴这个地区这样子 Kawawuji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川内 它是标高比较高的750公尺 然后再加上温差比较大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天然的优势地势跟气候 在这边栽种专门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园 那他们栽种的葡萄呢都是专门制作葡萄酒的葡萄 像有白酒的Sharutone 红酒的话呢是种比较本类葡萄和海洛葡萄 Dewa 飲みましょう 登登 获得了一杯红酒跟一杯白酒 那白酒呢就是Sharutone做的 然后红酒我刚才看它的标签上面就是写 梅洛葡萄跟加本娜葡萄做的 来喝 试喝看看 酸酸的还蛮清爽的白葡萄酒 有种那种烟熏的味道 很深沉的味道 然后这个呢是喝起来比较清爽的感觉 那这边好像如果要适应的话是要先跟他们预约的 那在这边试饮完就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店里是可以买的 我现在呢要下去看葡萄园 虽然其实葡萄都已经被采收了 我本来没有打算看的 但是我头火了呢 他们全部都下来看了 我就是個跟風仔 每次都長得好像 很像葡萄樹的小妖精好可愛 下一個來到了很祕境的紅葉景點 雖然這個感覺是很深山裡面的感覺 但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圖書館 是那種古老的茅草屋做的圖書館 然後還有很多那種小小可愛的小建築 聽說裡面也都是放著藏書 但就很可惜因為今天它沒有開 所以沒辦法進去參觀 只能從外面看這個紅葉跟茅草屋的合影 據說日本的紅葉有四十幾種 那在這邊就可以看到黃色、紅色 跟那種橘紅橘紅的三種不一樣顏色的紅葉 還蠻漂亮的耶 我們現在要來去吃午餐 然後午餐是在一家叫做秋風社的地方 一個餐廳 那這家秋風社呢 距離我們剛才那個天山文庫 大概開車15分鐘左右的距離 然後也是類似的那種 古民家去改建的一個餐廳 那據說這邊的秋風社呢 都是使用一些在地的食材 就福島這邊的食材去做的料理 那都是當季時令的新鮮食材做的 而且呢這兩個地方呢 又有一個共通點 就有一位叫做超業新品的日本詩人 圖書館那邊的書籍是由他捐贈了 大概五千冊左右的書籍 那我們來去吃午餐 我覺得這個餐廳真的是人如其名 它叫秋風館嘛 這邊的枫葉樹也真的蠻漂亮的 哇 真不愧是古民家裡面 超級古色古香的 那邊還有 伊朗里還有薏缸在那邊燒 哇 還有那種以前的暖爐耶 我以前在滑雪場的時候 也有用過這種 然後我們也是會直接 把水這樣放在上面燒 好懶惰 這邊就是那個 草野新品的跟川内這邊的特展 就是說草野新品先生很喜歡青蛙 他的作品市集裡面 也有很多跟青蛙相關的題材 據說呢他也因為很喜歡青蛙的關係 被日本稱作為青蛙詩人 他們這邊的菜單超可愛的 都是用這樣子手寫手繪的 那午餐的Menu呢 有Chikin Kare 還有Kinoko 就是雞肉咖哩跟香菇 那也有這種就是Mixed 那我當然是Mixed啊 哇 真的超香的 我其實一進來這邊的時候 就一直有聞到一種辛香料的味道 我直到看到料理才發現 欸 應該就是這個咖哩 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是香菇雞肉 白醬 好好吃喔 再來吃雞肉咖哩 我很喜歡這種 有喜鮮香料的這種咖哩 吃得到香料的那種味道 有時候咬一咬 還會咬到那種山椒的顆粒 而且他的飯 整個就是很粒粒分明的 日本的飯真的很厲害 很濕潤 但是飯不會軟爛喔 是很有Q度的 我覺得有點少 他也有說到 就是這邊有那個 草野欣比先生很喜歡青蛙嘛 然後發現這邊有一個 以他的青蛙為概念的飲料 超有趣的 就點來喝喝看 不是美隆素打 他吃起來像是 上面是那種絕名籽 然後飲料本身呢 就是一般的美隆素打 來吃吃看青蛙 他沉下去了 他沉下去了 青蛙 青蛙 現在呢來到了平出山寶藏寺這邊 南鄉馬市這邊的寶藏寺 那在這邊呢 他們算是當地一個非常有名的楓葉民所 門前有一棵非常大的楓樹 然後晚上會有Light Up 剛才在停車場看到 你們看這個 這是什麼 櫻花 他們停車場這邊有一整排的韓鷹 他說一年會開兩次 一次就是在冬天 一次是春天會開 好酷喔 這邊這個寶藏寺跟風土莫名 這個是有被指定為南鄉馬市的 指定天然紀念物 這棵楓葉非常的大 大家看到這個 很火紅的這棵楓葉 它是一整棵 都是同一棵楓樹 然後它長出來的時候很神奇的 岔成了兩大部分 很大耶 這都同一棵 而且現在正建勤的時候 超漂亮的 這都同一棵楓葉 不是用筆和蛇絲 而不是用筆和蛇絲 而是用筆和蛇絲 準備好了 然後 門前寫 將將 這是我的作品 我才寫兩行 我一直在微微站斷 現在呢超完經文體驗之後 外面的點燈也亮起來了 非常的漂亮 連這個花手水都有打燈 我剛才早上竟然沒有發現 這邊有這麼漂亮的花手水 這裡面真的點燈超漂亮的 雖然就是宗教的事情 因為玉宇沒有特別宗教 所以我是不太懂 但是呢就是 這裡面的氣氛真的非常緊密 然後也很莊嚴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 因為今天是平日 所以沒有很多人 做為一個紅葉景點 我覺得算是一個保障景點吧 很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拍 推推推推推推推 哇 今天真的超冷的 剛才看那個點燈看到 整個快冷死 還好今天晚上住在這個 溫泉飯店 據說這個是平成天皇 跟皇后也有住過的 溫泉飯店喔 期待 它大廳呢 一進來這邊就有一個 浴衣的櫃子 這邊的浴衣呢 是Lendale 租借的 然後它的價錢 就跟一般外面租的差不多 是要另外付費的 但是房間呢 會附一個一般的 這樣子的浴衣 這個顏色也蠻可愛的 現在來吃晚餐 晚餐是吃這邊的會席料理 你看 這麼多喔 哇 我人生第一次吃河豚 好緊張喔 它看起來非常的透明 這個應該是河豚生意品 它的味道比我想像中清淡很多 然後它的口感很脆耶 我覺得它的口感 比較接近伊嘎的那個口感 然後再更脆一點點 他們這邊用的河豚呢 是一種叫做 虎豚的河豚 然後它這個 這個糊豚呢 整隻非常的大 它要超過30公分 才可以稱作 虎豚 來吃這個 炸的看看 煮熟過炸過的河豚 它算是非常非常紮實的魚肉 的感覺 但還不至於到 雞肉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日本真的很會做炸物料理 他們都可以把那個皮炸得很酥脆 然後其實這已經有點冷掉了 但還是不會那種油爆出來 軟軟爛爛的感覺 因為還是非常的酥脆 這邊的這個炊飯 也是河豚肉做的 這次今天晚上的料理呢 還蠻多都是他們這邊香麻產的 尤其是河豚 這個是火鍋裡面的河豚肉 非常的雪白的感覺 我覺得河豚生的時候透明度很高 然後煮熟的時候就是這種白魚 來吃吃看這個 喔好好吃耶 我覺得它吃起來非常的彈牙 然後河豚本身沒有很重的油脂味 或者是它自己特有的味道 就是蠻清淡的感覺 每一種料理方法 不管是炸的還是生的還是湯的 它吃起來都是非常的Q彈 非常彈牙的感覺 現在吃飽喝足了 要來去大浴場泡溫泉 因為它們的溫泉是在別動 所以要經過一個長長的走廊 那聽說它們的溫泉是低減性的 那泡完之後呢 就是可以對肩頸酸痛或是胃不好之類的 會得到改善 有點紫色好漂亮喔 頭上都是河紫色 哇塞 哇好漂亮喔 它們這邊的溫泉呢 是有室內溫泉一個跟露天溫泉一個 聽說呢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滿天青窟 首先呢這個溫泉飯店的房間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最近其實還蠻常住溫泉飯店 我發現呢大部分溫泉飯店 其實它們都是蠻統一的 是那種很日式的元素 但這間很有趣 它有一些比較現代的感覺 一進來玄冠一進來這邊 個吧檯 然後旁邊是洗面酒 而且它洗面酒也是非常現代的 那種白色的洗面酒 然後剛才發現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我們看這個 將將 這個櫃子打開來裡面是 放茶杯跟茶 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很特別的是這個 就是呢 兩個門關起來的瞬間 就會熄掉 Magic 浴室也是很現代的感覺 跟我最近住那種 就是古色古香的浴室 很不一樣 就是感覺你去朋友家或是自己家 就會出現的那種浴室 然後再來是房間 房間真的很大 因為這些都是可以睡兩三個人吧 然後床上已經把我們鋪好了 哇塞這個看起來太膨了吧 這好像一顆一顆的樂高 然後有這個 休息可以喝喝茶 看風景的位置 那因為浮島算是在日本的東邊 所以聽說呢 這邊的日出非常的漂亮 那我等下要去 及早泡溫泉了 今天呢來到了一個我非常非常期待的行程 就是要來看一顆超級巨大的銀杏樹 據說有超過230人40年的歷史 然後它的銀杏樹下呢 還有一個白帆巴凡神社 所以會有銀杏樹跟鳥居的那種 合影的感覺 非常的漂亮 這顆銀杏樹呢 據說是伊達正宗 來到這邊的時候 伊達正宗 銀杏的鞭子 倒叉在這裡 然後有這顆銀杏樹 所以呢 它又被稱為 Sagasa Icho 就是倒銀杏的意思 這邊是白帆巴凡神社 哇原來裡面長這樣 好酷喔 感覺是很多根合在一起 但其實只有一顆 但這邊的交通比較不方便 就是必須要開車才可以來 不過呢 真的是個很讚打卡景點 但要自駕的話 一定要來這邊看一下 下一個來到了 道之一浪江 這個休息站呢 非常的大 而且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店家 除了有美食廣場 有賣這邊很有名的浪江炒麵 還有一些在地的食材 做的伙伴啊 或是當地的新鮮的蔬果等等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公園 也是我很期待很期待的一個景點 趕快帶著大家一起去看看 我的天啊 我的眼前有一個超級大的吉利丹的郵具 你們看他的蛋 幾乎可以把我裝進去了 而且呢 走到這裡面看 裡面也超級可愛的 還有一個小彩蛋 就是走到這個蛋後面 有吉利丹的造型 超級可愛 好久沒有玩溜滑梯了 好緊張 而且他看起來蠻高的 行きます 下一個大蛇頭溜滑梯 行きます 好痛 旁邊還有可以飛高高的大洋鞦韆 跟皮卡丘的長椅 而且注意看這椅子上的皮卡丘 有兩種不一樣的尾巴唷 有男生的皮卡丘跟女生的皮卡丘 旁邊還有一個兒童遊樂室 裡面也超級多寶可夢的娃娃 像有這個皮卡丘 還有那邊有一整排的玩偶在那邊 這邊還有一個商店 有賣很多的日本的搖器 還有呢 這邊有一個酒贈 YUI 對 我就是為了要來看這個YUI 來到這裡的 這一整排都是YUI的酒 YUIYUIYUI 在YUI的酒贈裡面呢 必買的是這個 他們有做甜酒的雙麒麟 好香喔 而且它超可愛的耶 你如果跟它選用COPP的話 它會給你這個 就是喝日本酒的時候 會有的那個SEN 但是這個是用紙做的 超可愛的 我們現在呢來到油夜亭的柚子研究社 這邊你看我身後是柚子園 一顆一顆結石雷雷 真的超級可愛的柚子 那油夜亭這邊產柚子還蠻有名的 主要是因為據說在30年前左右吧 就是這邊他們開始想要推廣那個柚子 讓他們的柚子成為這個地方的特產 所以他們就以Yuzukaru Bunga no Sato為一個他們的目標 就是像他們這邊全世代的居民發放這個柚子的樹苗 所以這邊柚子的產量就有越來越多 然後他們也發展了他們自己這邊在地的柚子商品 就是一個叫做柚子里愛的一個日本酒 那我們今天呢要來這邊體驗柚子 然後等一下採完柚子呢 就是我們晚上呢會用這個柚子做料理 到我們的晚餐 嗚~~ 耶~~ 好香喔 只是剪它的蒂頭而已 就已經有那個柚子的香味了 原汁試喝 味道就味起來很酸 它就是前面會先有一點那個柚子皮的苦味跟酸味 吞下去大概過了三秒鐘之後 會出現柚子的香味 然後會葵乾 再來一杯 圓竹這邊呢獲得了一盤 他說他們自己做的糖漬蘋果柚子 感覺很好吃 酸酸甜甜的好讚喔 原來柚子還可以做這樣子的料理 就只有用糖去鏡製 我很喜歡那種柑橘類的皮的香味 而且這邊的圓竹真的超可愛的 我們跟他聊天就一直從頭到尾笑不停 太可愛了 我這幾年呢其實蠻幸運的有很多可以吃到法式料理的機會 但是我自認自己是個庶民嘴 所以我會想吃到這兩位巨犬 後來吃完跟廚師 Haki-san聊天跟他分享我這個感想才發現 原來他們真的是有特地專演在這一塊的 因為他想要推廣在地福島的食材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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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薦 但是這邊很難預約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規劃上網預約唷 今天呢來到了哈瑪豆里 這邊一個非常有名的紅葉景點 叫做木戶川溪流游步道 那據說呢是這個哈瑪豆里啊 這邊在地居民的裡面啊 非常一個有名的步道 然後紅葉也很漂亮 那是可以沿著溪流溪谷這樣子 去散策沿路欣賞這個自然風光 還有吸收這個森林中的負離子 呵呵呵呵 這步道裡面呢 沒有他沒有很那種好走明顯的那種 比如說木頭地板或是石頭地板 都是這樣子很自然的感覺 所以大家來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穿好走防滑的鞋子 對因為他的樓梯間隔都蠻大的 很久沒運動了 才趴一天山就覺得很累 那來到這個溪流這邊呢 還有一個看點 就是這邊的木戶水庫 那這水庫呢 看下去是可以看得到那個水庫的水 就非常的藍 然後再搭配後面整片山的 KOYO 就是那種非常色彩繽紛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 我覺得很漂亮 那其實KOYO紅葉這兩個字呢 在日文裡面的意思是指一些會變色的植物 所以有些第一次來到日本賞風 看紅葉的人可能會誤會以為說 KOYO紅葉是不是 就是要變成是紅色才算是他的漸情 但其實不一定 因為日本的KOYO是有很多種類的 橘色啊黃色 甚至深紫色紅色其實都有可能 像我甚至還有看過粉紅色的 所以其實不一定是要變成全紅才是漸情 那比起那種全紅的 我反而更喜歡那種色彩繽紛的感覺 分享給大家 剛才爬山見走步道爬得很累 所以要來吃午餐 我們現在來到Iwaki 攀城這邊的一個叫做 Lalamiu的魚市場 那這邊很特別的是它裡面有 那種就是魚市場嘛 你可以直接新鮮挑現挑那些魚 然後直接在旁邊BBQ 非常的期待 來去吃吧 他們的LOGO好可愛喔 是一隻海鷗 而且名字也很可愛 Lalamiu 名叫什麼LALAREN之類的 讓我們吃到了 我們來吃個了 好可愛喔 我們來吃個了 好吃的海鮮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 直接吃就非常好吃 下一个来吃 超大干贝 你看那个烟 它的肉真的超级坦压 然后咬下去那种一丝一丝的 真的干贝的感觉吃起来真的很爽 我们刚才吃了这么多 哇塞了满满的整个网子烤网都是 只要不到六千块日币 真的超便宜 而且因为它就是在这边 就是近海港的 但是东西真的是又新鲜又好吃 我们现在呢来到湖岛这边一个很有名的水族館 叫做Akuamarin Fukushima 那这边呢它里面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三角形的 那个隧道是可以拍到很完美的照片 很多人喜欢来这边打卡 那它这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它们呢为了要教育那种就是 呃我们在吃鱼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取一个生命来吃的那种重要性 所以它们在这边其实是有水族館的上面是可以直接有吃生鱼片啊 然后吃海鲜洞的餐厅 刚才前面跟大家讲到啊 这个水族館其实还蛮有趣的 它们是带有一点生命教育意义的水族館 那像呢现在这边这一大港呢 它里面的同时又展出Mai Washi 就是在上面那种比较小的鱼 然后还有下面呢是Makuro跟Katsuo的 呃几种不一样的那相近的鱼类 那其实在大自然里面啊 就是这种Makuro和Katsuo啊 它们其实是会去吃那个小鱼Mai Washi的 它这个呢展出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展现那个自然的食物链的感觉 就是展现在大家面前就是这个生态 自然的生态的样子 这边最有名的啊 其实是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隧道吗 应该这么说吗 它这个呢叫做潮木之文化 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漂亮打卡的地方 而是有它的真正的意义在的 它这边的三角形呢 其实这边代表的是黑潮这边的海域 然后另外一边呢代表的是青潮 那黑潮是比较温暖的潮流 然后青潮是比较冷水的潮流 然后这两边碰撞在一起之后呢 就会形成这边的长盘葱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这几天都有去到的地方长盘这一带 那会让这一带的海域呢 会有非常多的鱼类在这里 那这次呢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到福岛三天两夜的鱼旅行 那其实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也有第一次来到这个冰通地区 那这边算是三一大地震啊海啸啊河暴的比较受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可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在地居民的努力他们想要努力复兴想要振兴这个地区 想要恢复甚至达到一个更新的发展的那个努力之下呢 其实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虽然很多人还是会把印象停留在A福岛的东西是不是不能吃啊 那边是不是核灾都没有住人啊什么的 但其实实际呢来到这个地区走访一遍之后 就会感受到他们真的很努力想要改变就是过去的那些大家对他们的负面印象 然后是真的很努力的在生活着 就在这几天的旅行里面虽然没有特别提到 可是就我自己这样子走访下来是有很深很深的感触的 那我自己很喜欢福岛这个地方 我已经来了第三四五次了吧 我现在还是都一直过得好好的 希望大家可以亲身走访这个地区一趟 我是真的觉得很棒很推荐大家可以来真的实际去了解看看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 Yu的频道可以在分享日本生活还有日本旅游 如果你喜欢日本或喜欢旅游的话 记得订阅Yu的频道 也可以追踪我的Facebook或是Instagram 那喜欢今天的影片按赞订阅分享留言 也欢迎你发表对辅导的看法 那不喜欢就Yu的频道再见 我是Yu瑪丹妮拜拜 拜拜